各位,你们好,欢迎来到阿N与阿N频道,我叫阿凡,今天,我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讲述,哥哥张国荣的生平和故事。 张国荣因抑郁症,两度自杀,在2003年4月1日,大约晚上18时43分,张国荣从香港文华东方酒店24楼,跳下自杀,紧急送往马丽医院,经医生检验,张国荣入院前已死亡。 马丽医院于晚上19点06分,由医生宣告抢救无效,证实死亡,在年46岁,其后其围体随即被运往西环的维多利亚公众脸房验尸。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,震撼整个亚洲,由于事出突然,再加上事发当日正值余人节,有不少歌迷及民众,认为只是一个换笑,因此当知道消息属实后,都无法接受。 张国荣聚楼前,与经纪人陈淑芬相约在文华东方酒店的大堂咖啡室,陈淑芬等候许久未见其现身,于是打电话给张国荣,张国荣告诉陈淑芬,步出酒店门外等候,很快便会看得他,其后,亲眼看得张国荣在自己面前聚下。 陈淑芬证实他患上忧屈症,以努力治疗连鱼,因病情失控而辞势。 陈淑芬并向媒体表示,他得病的时候,自己并不知道,直到后来这个病开始有了一些病态反应,你无法想象,他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好起来,他一直在看医生,他没有办法接受他有这个病的事实。 因为他什么都有,现在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,怎么这样的一个人,会有抑鬱症呢? 不能想象,别人都不会相信的,怎么可能? 张国荣大姐张六平,在香港电台访谈中表示,张国荣得抑鬱症的原因是生理上的。 有位医生写了一份四章子的信,解释给他听,说抑鬱症在医学上分两类,张国荣的病是第一类。 一种是心境恶励障障碍,因为脑部化学物质不平衡,是生理上的。 另一种就是大家明白的。 有不开心的是什么的导致的。 Leslie百分之百是第一种。 其伴侶唐学德,在4月2日表示,张国荣早于2002年11月,曾在家中服食安眠药自杀,但幸而获救,其后一直也有看医生。 好,张国荣的生平故事,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哥哥的生平和故事,请大家继续收看。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同时,请分享这条片给其他喜欢哥哥的朋友收看啦。 拜拜。 拜拜。